优优独播剧场——YoYo 男主普通社畜移民 年纪上来后刷着朋友圈里的结婚动态 也忍不住动了结婚的心思 毕竟谁不想要一个温暖的窝呢 于是娶了一位脱家带口的美丽妻子 这就是不论后果的未加向前冲吧 樱花飘舞的经典开头 脸颊微红的男主摸着自己的良心郑重宣誓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男主和女主的告白 实则不然 他是在对自己结婚对象的女儿 承诺自己会做个好爸爸 自此男主就有了一名可爱又温柔的妻子 和一名看上去非常阳光活泼的女儿 这天晚上 男主陪伴在妻子的身旁 与他一起在厨房做菜 面对自己切出来有些坑坑洼洼的土豆 温柔的妻子也是毫不嫌弃 赞扬男主切得很漂亮 表示有一个人陪在自己身边做饭的感觉真好 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 有情调还非常漂亮的老婆 谁能不喜欢呢 看着一脸笑意的妻子 男主此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而餐桌那边 一名少女伸着懒腰 嘟囔到自己作业终于做完了 随后他看向厨房 询问到今晚的晚餐情况 一个眨眼下 少女就挤到了男主的身边 开始吐槽男主的手艺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少女就是美丽妻子和过世的前夫留下的孩子 是一位漂亮的JK美少女 起初男主还有些担心如何和便宜女儿相处 现在看到女儿如此亲近自己 男主心中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男主婚前婚后的生活可谓是翻天覆地 婚前的他每天只能一味地加班 埋头工作 年过三十后 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来自上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每天回家之后 也只能吃没有营养的素食品 看着朋友圈的某某也结婚了 还有母亲天天催婚的轰炸短信 男主终于兴起了结婚的念头 于是简陋了一位结过婚 还带了娃的美妻 直接跨越人生三大方线 进入一家三口的日常 随着妻子亲切地呼喊 男主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妻子真温柔地提醒男主 做饭的时候发呆 可是会切到手的 询问男主是不是在边切菜 边想其他女人 男主挠了挠头 连忙解释没有 毕竟有着如此可爱 又温柔的妻子和女儿 他哪里还有其他的心思 就这样 一家人在厨房里其乐融融 然而这么和谐的婚后生活 只有一件事让男主放心不下 那就是自己的女儿 对于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男主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出为人妇就算了 为的还是别人女儿的妇 着实不好把握 这不 妻子刚出门买点咖喱粉 女儿就来拉住自己的手撒着娇 在妈妈回来之前 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 面对新女儿的热情邀约 男主也不好拒绝 只能跟随女儿来到沙发上 只不过女儿的亲密让两人贴得格外近 男主还有些诧异 心里寻思这贴得有点近啊 特别是妻子不在的时候 男主心里也忍不住想啊 如果只是女儿单纯喜欢黏人的话 那倒还好 但以防万一 为了不遭到不必要的误解 男主还是主动移开身子比较好 可男主才刚拉开了距离 一瞬间 女儿脸上闪过一丝的不悦 不过男主并没有看到 他只见到女儿又恢复了活泼的样子 变脸速度之快令大幕叹服 不过回想当初 有谁还记得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玩游戏 结果一番操作过后 男主果不其然地输了 正当男主感慨自己年纪终究是大了 胳膊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柔软的触感 女儿正非常轻易地抱着男主 嘴里还说着爸爸好弱呀 男主吓了一跳 连忙把手抽出来 嘴里说着女儿已经是高中生 可不能这么黏人了 为什么 女儿此时跪趴着缓缓靠近男主 接着便用双手抚摸着男主的脸颊 表示自己只是想和爸爸 然而话还没说完 男主正要犯思想政治错误的时候 妻子就回来了 女儿一蹦一跳地跑到妻子身边迎接她 而在沙发上看着母女两人和谐的一幕 男主心有余悸 心脏扑通直跳 倒杯水压压惊的同时 忍不住回想刚刚女儿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不然自己先猜测一番吧 毕竟女儿的亲生父亲过世以后 母亲在家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睡觉 女儿自己一个人应该也是十分孤独的 可能只是突然出现了自己的伪父亲 想要撒个娇 这一顿心理防线 男主真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自我攻略的过程啊 餐桌上 妻子询问女儿在学校是否开心 新的班级是否习惯 女儿笑着回答道自己开心 还表示到自己参加了网球社 说吧他又来邀请男主去看自己的比赛 男主正疑惑着自己足够资格以父亲的身份去嘛 妻子便主动表示 男主去看看也挺好的 毕竟自己身体不好 这时妻子的快递到了 而女儿也趁着妈妈取快递的时候表示 虽然别人都是男朋友去 但是自己只要爸爸来就满足了 面对这种直球袭击 男主依然还是一脸懵逼 只能尴尬地表示到 那也是自己的荣幸 大概这就是我想当你爸爸 你去把我当男朋友吧 取完快递后 妻子看见父女两人的其乐融融 正询问两人聊啥的时候 女儿满脸浪漫笑容地表示 那是秘密 接着就开始在餐桌下进行反常行为 吓得男主冷汗直流 大脑停止运转 转头就见女儿一脸病交的坏笑 他更加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了 晚上男主寻思着 反馈一下女儿过分亲密的举止给妻子 毕竟亲生的可能更能理解女儿的反常行为 然而刚一开口说到女儿的名字 妻子立马满脸愁伤地转过来表示 自己肯定添麻烦了 不该把身为人妇的重任丢到男主的身上 这话一出 男主哪里还记得麻烦 看见这样的老婆连马表示自己不麻烦 不后悔 你们都是我家人 接着就是一场夫妻生活的进行时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屋外的女儿 大半夜不睡觉 竟然又犯病了 但男主一日日过着这般充实的日子 还得打着哈欠上班的时候 同事们看着她的样子 忍不住调侃她的新婚期 就连哈欠中也带着甜蜜 尤其是当男主打开精致便当时 同事的羡慕简直到达了顶点 尤其是男主的老婆漂亮贤惠不说 还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于是同事羡慕完男主妻子 又开始将矛头转移到男主的女儿 毕竟是毫无血缘关系的JK美少女 听到同事的调侃 男主转头就发了大火 但是会用那种眼光去看待自己女儿 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人渣了 同事没想到区区口嗨 竟然也惹男主生了这么大的气 连忙为自己的失礼道歉 其实男主虽然制止同事口嗨 也是在警醒自己父亲的身份 毕竟自己被女儿抱住的时候 他难免也有些心动 但是为人父的责任 要求自己成熟稳重起来 就在男主再次攻略自我完成回到家后 女儿却又发起了进攻 因为妻子不在 女儿直接来了个大动作 可以一个人独占爸爸了 说完就要上手帮男主解开领带 这令男主如何能顶住 他的心脏又开始扑通扑通跳起来 就在女儿打算更进一步的时候 男主的理智终于回笼 经过这几次的进展 男主愈发难以理解女儿的行为了 谁知女儿竟然先行出击 直接问男主是不是讨厌和自己接触 不然为什么他可以和自己妈妈这样那样 但自己却不能和爸爸有身体接触 就这样在女儿单纯的思维导读下 男主成功判定是女儿还小 还不懂男女有别 于是男主向女儿解释了 父女也要有距离 且男女有别等等伦理常识的话题后 女儿终于表面接受下 并提议让爸爸抱自己一下 男主哪知道 拥抱可是人与人表情上最远的距离 错过了女儿并交的表情 女儿的最终发言是 一定会努力让你更加爱我的 至于今后的车到底要开往何处 那就只有我们知道方向了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